大家好 我是史考特先生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怎麼樣製造一個學英語的環境 有一次跟一個人講話 他就說有那個英語的環境很重要 對 可是一個人有需要去美國 才有那個學英語的環境嗎 在你任何一個地方 都可以製造一個學英語的環境 融入的語言學習就好像是沐浴一樣 和淋浴不一樣喔 淋浴是什麼 一直水從這邊下來對不對 沐浴是你跳進去那個水池裡面對不對 所以你就想說 如果一個人一直被單子 就好像一直被水沖 可是如果一個人 如果能夠把他的身體都放在水裡面 就會讓那個水包著他 這樣就是沐浴 那就是製造那個學習英語的環境 所以呢 有一個例子跟大家說就是說 無論你現在在台灣 或在任何一個地方 這就是一個沐浴 就是一個融入學習 語言學習的最好的例子 看這個人呢 如果他把他放在那邊 這個人說不定他的英文還沒有那麼好 可是你看他會寫this is 然後他還寫的寫thank you 他我的東西他不會寫 沒有關係啊 就先把你會寫的寫上去 或是你會用的字用上去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講說 我們上車吧 就是說我們去car 那邊我們去上car 我們去上車子 這就是car 所以就把你會用的單字 所以你用的句子 把它放進去 然後一步一步的呢 你就會有更多的單字 然後你會讓你的身邊的環境 就會有製造一個更多機會 能夠讓你有信心的講英文 因為有信心講英文是最重要的 有一些人學了好多 就是都不敢講 但是如果你有製造像這樣子 製造你有學語言的環境 這樣你會對自己講英語更有信心 思考店先生 90秒每天學英文 下次見 拜拜